大家好,我是思思 很多人都說蘇格蘭威士忌是最原始 但另外也有人說 其實不是,愛人威士忌先 先不要說到底是誰 不如說說威士忌的故事 其實文獻記載四世紀開始 已經有說大家有喝威士忌 但當然威士忌絕對是不合法違法的 到了十五世紀的時候 就多了很多文獻記載了 威士忌為什麼叫生命之水呢 其實很重要的 因為你知道那個年代 沒有什麼麻醉劑、止痛藥感 如果你要剝牙又或者要做小手術 你真的要拍幾杯才行 所以威士忌的作用就是 要幫你喝到輕飄飄的時候 就沒所謂了 就沒那麼痛了 但是正式來說 蘇格蘭在1823年 政府第一次 就是legally可以被一個威士忌廠 正式承認他們是一個有排威士忌的 所以自此之後 蘇格蘭威士忌就慢慢走向全世界了 我是一個叫做手蠢 會不會的 是你什麼叫做手蠢 因為我自己是先來笑的 你可以 你 你 謝謝